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我的频道 给大家分享一个突发的 10月25号 美国FBI又抓了一个双重间谍 这个间谍叫彭学华 他们都是属于加入美国国籍的华人 这个女生 右边这个女生呢 陈英她已经 她闯那个 川普的这个禁地 也是被抓了 现在已经坐牢完事了 她现在要被迁返回中国 那这个彭学华呢 她人很多年前就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 那她呢 就是给FBI提供 受雇于中国政府 她向中国政府出售这个情报 她还向美国FBI提供线索 就是她两边吃 两边吃 不过无论从什么样的国家 独裁还是民主 无论从什么样的年代 在一般的这种情况下的人 都是 没操守太贪婪 最后的下场都不好的 都不好的 然后 这些人 尤其他是中国人 那肯定是被监控的 利用他 用他 也会监控他 知道他做了什么 然后最后 最后的下场就是 把他抓起来 大概要判他几年 然后罚他几万美金吧 因为他是美国国籍 我不知道 为什么判他这么轻 就是说通过这些 事情的露出水面吧 就大家 你有看到 就是无论是加入 美国国籍 或者说在那出生的 华人啊 他都不会相信 就是美国政府 不会相信 你看我们新西兰 就是他不相信你 就是你无论在这 待多少年 你在这出生的 他也不相信你 只要你顶着这张脸 就是好像我们的DNA里边 就带着背叛 这种基因 所以呢 这就是说 这个 西方国家 这个重要的 这几个 其实五眼联盟 五眼联盟 那德国什么的 还没有 其实 现在不是五眼联盟 是六眼联盟 就是以色列 已经加入了这个联盟 是以色列 但是呢 以色列这种国家 它不容易渗透 估计他们也会尝试 但是呢 我们这五眼联盟 已经渗透的一塌糊涂了 这个你看奥宗里在 这个媒体好像公开说了 就舍头 大家都在 你建立我 我建立你 都在投情报 嗯 他们好像是 就是五眼联盟之间 不相互祸害吧 他们有这个规定 但是你看 最近是不是一个 最近这段时间 是不是这个 美国抓了不少的 这个间谍 最近这个 间谍 犯案的事情 频频 频频出现 而且他们这些 间谍的水平越来越低 好像越来越低 其实他这个人啊 是一个 这个 彭学华 他是一个旅游公司的 一个总裁 啊 所以他是 这样的一个身份 这个真正的间谍 他们都不是 就是这样的 他都是有一个 头衔的 啊 他都有一个头衔的 所以呢 那个 他 虽然抗计 他是做的这个 旅游的总裁 实际上 他并不是以这个 为这个来生存的 啊 所以 这样的话 好像叫西方人 看到每个中国人 都不可以相信 每个中国人 都不能信 所以你有看到 就是这种情况下 所以很多 中国人在想出国 就更难了 你知道为什么难 就是因为 人家也不知道 你是不是 是不是间谍 是好人 或者就是因为 这些人把名声 都做臭了嘛 所以呢 嗯 就是 路越走越窄 就是这不用很多 这几个人 就可以代表 这个民族 你有看到 我们的悲哀吗 是不是 所以有一些人 被祸害 像我们这样的 被祸害 我们就会 就会那个 非常的不高兴 所以就像我的家人 他就不能跟 长着华人脸的人 结婚 就是 就是 不能跟他们结婚 结婚的话 还顶着这张脸 换着国籍也没有用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个民族 是不被人 信任的 这个很讨厌的 啊 所以呢 嗯 作为 就像王立强这样的 虽然他是说 是民主 为了民主自由 就是每一行 都有每一行规律嘛 那他如果背叛 自己的祖国的话 别人也会看到 啊 你连自己的祖国 都可以背叛 然后 嗯 你不能 不能相信这个 啊 他到我们国家来 怎么可能相信 我们相信他 你看美国那么 自由民主 斯诺登 他也不原谅他 就是那个 维基百科 那个叫 叫什么 啊 哎呀 你看我来都是白云王了 就是他 他是澳大利亚籍的 他不照样 饶不了他吗 配 他们照样配合英国 抓他吗 是吧 现在都生死为不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 所以就是这样 嗯 不知道 讲人权的国家 是不是也把他 秘密除去了 都不知道 呵呵 啊 所以彻底的 没消息了 就像那个伊朗一样 伊朗现在游行了 大死多数都没有 因为网络一封 什么都不知道 就跟 瞎子和哑巴一样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 很可怕啊 呵呵 呃 这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就是辛辛苦苦 赚钱 拼命蛋的生活 是最好的 这种不 不爱与宣传的 就像做 这个刀架上填血 这个 呃 就是 这种 这种高风险的职业 也不是人人都敢去挑战的 呵呵 这个需要 胆量和勇气 还有需要贪婪 无底下的贪心 啊 好的 谢谢观看